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与立法人陈寅 及中正区市议员张浩瀚 市议员候选人徐瑞慈一起在中正区进行车队扫街败票 蔡世英也宣布原住民政策 包括年度预算从3000万提升到4500万 修缠各区原民会馆 配合中央补助原住民违行创业与保险 及老人免费装甲牙等 第一个就是我们原住民的预算要继续来增加 在过去右上当市长的时候 原民会的我们基隆市原民的预算 已经增加到一年大概3000万左右 那未来我有个目标再增加50% 到达4500万以上的预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七区的原民会馆的修缮 那适应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参加了七个区的原民的相关的活动 觉得会馆有修缮的必要 所以未来适应上任之后 会来编列预算修缮原住民会馆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配合中央 补助我们的原住民的相关的违行创业 保险等等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个部分会持续来推动 那刚才陈英文他过去跟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其实有推动一个更重要的政策 就是原住民装甲牙的补助的政策 那这个其实跟 这件事情跟基隆市的装甲牙政策 其实是一致的 那基隆市的装甲牙 老人装甲牙 现在是在65岁的部分 那我们原来的预算是一个人4万块 可是我们认为这几年因为物价的调整 所以我们未来会调整到4万5千块 那这个部分市盈也会继续来推动来支持 那特别增加 针对原住民的部分 因为原住民其实已经 已经有一个政策 就是55岁来起跳 所以市盈未来 会把老人装甲的政策 在原住民的部分就是55岁 比照我们一般的 我们的年老的长者 那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对于 原住民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推动 中央跟地方的结合 其中老人免费装甲牙的部分 原住民不但适用年龄下修10岁 甲牙补助更全面提升到4万5千元 超越许多县市 让原住民立委陈寅非常感谢 甲牙补助的部分 那过去中央其实在我积极争取之下 我们平均余命比较短 只有大概少汉人 大概10岁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也谢谢市盈 那希望他顺利当选之后呢 我们除了就是说原住民 55岁开始补助甲牙 原先的3万块之后 那也比照就是说 基隆市的这个老人甲牙的部分 全面提升到4万5千块 我想这个也都是 超越其他县市的补助 一大早蔡世英也与市议员陈寅 一起到广客运基隆站和港西街客运站前发送北北基陶首都通1200元赤道宝证件文宣 希望争取通勤民众支持 也获得许多市民认同 期盼能早日实施 而对于竞选对手指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2015年曾协助争取2088 蔡世英表示 2088是基隆市长牛昌上任前 与台北市长柯文哲三点共事基础下进行推动 在2016年3月正式通车 他不知道已经卸任的郝龙斌如何协助 蔡世英更回批郝龙斌在台北市长任内 反而是抹煞基隆捷运的筷子手 大家如果记得2015年2014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基隆市市议会我们有做一个决议 请台北市政府帮忙来接受基隆市政府的委员 委托就汐止民生县的捷运 延伸到百福社区进行协助规划 台北市最后这个案子也没处理 台北市也没处理 当时的市长就是郝龙斌 他现在有什么脸来基隆市 告诉基隆市的市民说 他关心基隆的交通呢 蔡世英中午也到民进党中央党部参加 延续五星光荣进步永务回头记者会 民党主席继总统蔡英文表示 距离投票日只剩17天 呼吁基隆市民选队人会做事 票投蔡世英为基隆城市发展做出正确决定 延续五星级执政的光荣 记者张旗腾进行报道